这天很热烈 而且我们的曾根主席 他发表一个很重要的演讲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报告演讲的内容 那一天很热闹 那个影片因为我们时间不多 所以我不放影片 影片请你们自己上网去看一下 再来我要跟大家解释的就是说 台湾民政府是藏身在美国 本土的台湾美国军政府 因为这个美国军政府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政府机构 不是一般的民间组织 是政府的机构里面 在政府机构里面有一个这个单位 他真正的名称应该是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 指导者是美国军事政府 他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第23条的规定 也是依政府者的占领义务 所设立的一个咨询机构 所以一切的软硬体设备 本来就是要由占领方的美国国 国防部应该去筹拨的 不是由本土台湾人去张罗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 请美国如果有听到我们的呼吁的话 因为我们台湾人真的是太乖了 不像伊拉克 他们那种很暴力的倾向 所以美国军政府给他们很大的经济援助 但是因为我们太乖了 可能是不是应该是会吵的孩子才会有奶吃 那因为我们都不会吵 所以美国好像一直都对我们默默 默默无闻都不吵 也不来帮我们一些那个 然后再来跟大家报告就说 政根主席有说 日清马关条约 日本天皇拥有台湾平和领土的主权 日本政府跟有旧比台湾平和领土的官学权 太平洋建计后 日本政府放弃台湾平和领土的官学权 可是日本天皇并没有要求放弃台湾平和领土的主权 所以日本天皇的台湾平和领土的主权 至今是不便 旧金山和平条约也说得很清澈 因为在这里跟大家解释 日清马关条约就是说 在清澈那时候 清澈台清澈帝国和台日本帝国 那时候有发生一个交友战争 清澈前拜 所以有签一个马关条约 刚开始的时候 马关条约是想说 想说他要奉天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 但是都是苏联和德国有提出抗议 他说奉天就是现在的冬北三省 他说你冬北三省就是奉天是清朝的国土 你不能割让 但是平洋和台湾是扩子地 扩子地比殖民地还差 所以他可以割让 因为这个原因有人抗议 所以大日本皇帝尊修万国公法 所以他就讲奉天反给清朝 当然清朝他那时候 也有很多冬金给保障 因为台湾和平洋是扩子地 所以呢 台清台湾帝就讲台湾和平洋 割台日本台湾帝 这是无可异议的 全世界没人抗议 所以就很就是很明正言顺 台湾变成日本的管辖的一个土地 那时候还不算国土 因为他还是一个殖民地嘛 然后在1937年的时候 台日本帝国有实行皇民化 麦克阿苏那时候去占领日本 所以他在很大的时间里面 他就从大日本帝国的宪法给他修改 修改到现在的小日本 小日本现在的管辖区 只有四个大岛 就是北海道 本州四国九州 四个大岛 还有旁边的一些小岛 变成他小日本的一个管辖区而已 因为其他 譬如说北方四岛 琉球、台湾 佩洋、调原、主岛 四分乳类隔让出去 给其他国家军事占领 因为那个 当时呢 麻生太郎 那个首相 他真的要去给 修俄 俄罗斯 要给他特别方四岛 因为俄罗斯 那时候 就说 他要去特别方四岛 不是青青参参就贵了 经过日本的众议院跟 那个参议院 有一个 他们有通过一个法案 全权委托麻生太郎 去逃北方四岛 不过去也没有逃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宪法 把他绑住 绑住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要 北方四岛 回来 当麻生太郎 回来日本的时候 他有派演秘书 来跟 林志森秘书 我们现在的 台湾民政府的领导人 林志森博士 他有跟他研究 后来就知道 原来他们的宪法要修改 宪法修改之后 他还有可能去要回来 所以 后来就是 安倍俊三 一当选首相之后 他第一件事 就是修改 他们日本的宪法 当然到现在 不成功 没错 因为因为左派右派 然后左派一定是给他抵制 左派是 中国大陆 抵制 不过 如果他宪法一修改 通过之后 第一行 他托北方士岛 第一行 一定是托台湾澎湖 所以只要 安倍俊三 他的宪法修改成功 其实也就是 我们台湾民政府 成功的那一天 我简单的 再向各位报告下一段 美国国务院 在2004年的时候 他有释出 有关于 一些解密的资料 他有披露当时 尼克森跟 季辛吉 确实有 想要出卖台湾 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意图 所幸 当时 日本他就依了 旧金山和平条约 第二条的规定 他说 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之后 台湾的领土 不是周恩乃 跟季辛吉所 无知认知的 无主地 我们不是没有主人的子弟 我们是日本天皇的属地 还是有主人的 不是可以让人 依先占原则为实行单独 或联合瓜分来占领的 进而宣示主权的土地 所以周恩乃 跟季辛吉 两个人 是忽视的日本 已经在1945年4月1号 那时候虽然是第二次世界战争 还在战乱当中 他那时候就把台湾编入 他深圣不可分割的 法定领土这个事实 所以在万国公法的架构内 日本天皇和政府 已经受到天皇不可移转的主权义务 主权义务这个拘束很重要 这个因为他日本天皇这个主权义务 他是不可能分割出去的 所以因此 那个周恩乃跟季辛吉 他把台湾当成无主地处理 是没有正当性的 相反的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法定领土 所以华礼上没有规范 中国的必然性和正当性 我这边有一个诏书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等一下可以跟那个买书找我那个志工 跟他洽询一下 当初因为过年有很多日本人来参观 我们的台湾民政法 因为秘书长说我们要送他礼物 那要送他什么礼物 当然你送他吃的也没有什么意义 后秘书长就到网路里面去抓了 照书这些资料 然后当初只是一张纸而已 还没有价值送给人家也没什么价值 后来我们就第一届的志工 就想办法去把它变成一个实体的东西 去 这花很多钱 连那个机器花了十几万 我们当初做了五六十套 就送给日本人 只要日本人来 秘书长送给他的礼物就是这个 这个照书就是说4月1号 日本天皇办法的照书 他这个照书就是说台湾从4月1号以后 就可以派参议员跟中议员参加他们的国会 有资格参加他们的政治活动 因为这个原因其实就是正式把台湾纳入为 日本南部国土的延伸 所以虽然 在1945年8月15号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但是 这四国的中间虽然跟地地四国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提出异议 所以 台湾真正变成他们的领土 变成日本的领土 这是不可 不可抹灭的一个事实 后来虽然在1945年9月2号 日本正是向盟军投降 不过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台湾不是 没有任何国家提出异议说台湾不是日本的属地 当初那个马关条约的时候 那个苏俄跟德国跳出来抗议 他要搁奉田 但是台湾变成他们的领土的时候 没有人抗出来说抗议 所以 这是不可 变成说我们真的是日俗美战是OK的 没有办法 没有任何人 因为现在外面有人说我们台湾 台湾变成说想要把台湾推成美国的一周 这是不可能成立的事情 事情 我们再来下一段 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个曾根主席他有说 美国总统按照国政法 应该让台湾成像冬年 留给人民的同样 只有人民的理性性 让我们台湾国际的地位 可以进行上去 例如 台湾的中国人 他的配偶 以及他的怕 是哪 医疗中华民国的国际法 和世界人权的参严 第15条 每一个人拥有一个国籍的管理 这个园籍 他可以选择中华民国的国籍 但是对于本土台湾人来说 被中国人 公表在1946年2月12日 集体整个中华民国国籍 是我们台湾人一个很无奈的地方 也是不定义的 因为他没有让我们选择的机会 因为中国人是台湾人的参严方 而已经没有国籍的本土台湾人 是被参严方 所以法理上的本土台湾人 没有无可妥协 也没有第二个选择的机会 所以中国人跟本土台湾人国籍的情况 是不能分为一谈的 直接跟大家报告一下 因为当初清朝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时候 日本有让台湾的人两年的选择机会 你要留在台湾当日本台湾人 或者是回去清国 但是中华民国占领台湾 他没有让台湾人有两次 让我们有选择的机会 直接就在1946年1月12号 就把我们所有的台湾人 全部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这一次才有可能抗告成功 因为我们也希望说 以前我们的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 他没有选择机会 我们希望 那个依照国际法跟那个战争法 美国他应该主持正义 让我们现在的本土台湾人 有一个选择的机会 本土台湾人在台湾 台湾低微政上法的道路上 洲台湾人在台湾低微政上法的道路上 六十八年以来 让中国政权攻博一行 宜然和黑洞的消灭 是毕宗的母祖人民 他没法参与 被占领方的立场 他国际的法律 有一个例 我跟大家记一个例 在达赖南妈 他有率领二三十万个 西藏人流亡到 那个印度的北方 靠近喜马拉雅山 那个地方叫达兰沙拉 前两年 我们有台湾民众 有派五十几个人 拜访他们 参加他们的国会开幕仪式 那我也很荣幸有参与 在那个地方 确实很方凉 就是很方凉一个地方 而且路途很遥远 那你想嘛 他们二三十万个人 他们也有选议员 总理 是不是 如果选戏的时候 他们那二三十万 西藏他们选戏 他们二三十万自己选 然后当时的印度 他们自己也有选 选他们的议员 中立丁丁丁 所以印度 他们自己 十二亿的人口 他也选自己的议员 他们两个人 去选的时候 他们互相不会 交叉 互相选举 西藏人 不去参与西藏的选举 西藏人 不去参与印度的选举 印度的人 也不去参与西藏人的选举 这大家可以很清楚 但是这个例子 如果搬来我们台湾 你觉得都混淆了 蒋介石集团 他率领六十几万人来台湾 我们当时台湾有六百万人 他照顾依照国序法 就这么说 蒋介石集团应该把我们六百万人成立一个台湾平民政府 然后台湾平民政府 我们自己选自己的议员 甚至我们自己的领导人 然后蒋介石集团 他们六十万人 应该要自己选自己的议员 应该自己的领导人 但是没有了 他跟我们说 无态无态 跟我们集体规划会中华民国国族 那就是一个语言跟学童的消灭 你看我们在以前都不能说方言 跟他说 现在的北京话就是说的国语 然后我们就跟我们选举都南南作会 不知道是他参加我们的选举 或是我们去参加他的选举 选总统也是南南作会 都没有分传 所以当时 阿扁他选到总统的时候 连前议员说他是窃果 大家应该会很明白 就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他会说 阿扁是窃果 就是 蒋介石集团当时 我们台湾人是当作 劳财去管理 但是他不需要跟他们说 你看我们的阿公阿嬤那时候都做到这样 又跟我们四十万换一块 然后变成大家都 四万换一块 四十万换一块 四十万换一块 阿盖来把我们赶回来 所以那时候 我也没了解说是什么的窃果 然后后来听到秘书长解释这些 我原来 我们叫我们骗六十八年 都不知道 当然 阿扁去选举总统 给我们说窃果 现在说是正常 真的是窃果 为什么 他没有给我们成立平民政府 我们自己也没有选举 我们去参加他们的选举 莫名其妙 在外国的人 外国的人都会觉得 你们本来台湾人 很混淆你们自己的那一种 你们自己的地位 还有你们自己的身份 我们把他们都混淆 他都不知道 那就是因为他给我们错误的教育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 未来大政治工程 就是台湾住民的 法理身份的认定 而为法理是尊 是不二法门 所以要知道 我们国籍的认定是 无关认同 纯属法理 很重要的一项事情 未来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要怎样分出我们 本土台湾人跟中国人 因为就是这样 外国人也觉得 你们本土台湾人 真的要去 那个理念已经错误了 我时间到了 还是 还有 我一次跟大家报告 就是有一项 我去美国的时候 我有几个通信 有通信 多少个空档时间 我就想说去参加 去参观他们的 NASA 那个博物馆 在美国他们所有的博物馆 还是他们的美术馆 参观的人 都说免费可以参观 不管是美国人 还是外国人 只要凭着一个身份证 就可以参观了 不像我们台湾 你要参观我们的博物馆 还是美术馆 还是任何一个 我们的机构 我们的国家的这些 这些机构 参观的那个 都要那个门票 所以我说 跟我们民政府 起来 其实这个 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因为可以让我们 增加我们八成的 文化和知识水准的 这个方向 我们一定要学习的 进步国家的方式 再来就是 我们去半路 我们用走的 走去到NASA 因为饭店 走到NASA 差不多20分钟 在半路上 他们刚才 他们在修 就是在 他们的那个 看到他们 那个 沿路上 在做一些工程 做工程的时候 有种 那路 黑开 黑开的时候 我发现 他们那水泥 那不知道是 薄油还是水泥 铺的油 大概50公分 这么厚 超过50公分 那路 路 破的路 超过50公分 真厚 然后我回到台湾 看到 我们那边 去做路的时候 它路黑开 超过50公分 不怪我们的路 都坑坑洞洞 他们是 真的照 标准去做 我们是都 投工程了 我相信 如果说 一公立的 工程会 跟美国 比起来 应该没输 但是 我们的品质 就是差人 真的差人很多 所以 这就是 我们台湾 民政府 接近了 休闲 一定要改善的地方 因为 中法民说 你看 他们一直追加预算 然后 做到的品质 是这样差 我一次 我去日本 那时候 他好像 做一个 最高的裂 用手去扭 扭到 四四架 放在刚才 都没这样 撲开 如果 路去走 那时候 有 水 那个 铁盖子 那个铁盖子 大家起扣起扣 都没 都没 像日本 这么拼 我们 如果 他们 你绝对 不会拔倒 所以 这真的是 我们台湾民政府 以后要学习 要改善的地方 当然 他们 现在的工程 可能 可能 要抓很多贪污 突然 要抓他们 很多贪污 的 那个 市政 出来 这个就是 我们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 对美国 我们这次去的 对美国 宣告的要求 就是说 我们希望台湾人的理行政 我们希望美国 可以发 发 我们台湾人的理行政 而不是 我们 使用 中华民国 的佛教 这就是 流球的 旅行 证件 大家 看看 然后 再来 我跟 还有文章 我跟大家 报告 就是说 台湾国际地位 的阐述 在 1952年 4月2倍 时 在国际参 和平条約 的 规定下 美国是 主要的 占领 款国 但是 他让中国 一面 政权 来代理 管理 台日本 帝国 的 产与 领土 这里 我们有五点 的 声明 我们要求 美国 要确实的 遵循 国际 法 第二点 我们要求 美国 跟中国 我们就 跟大家 解释 美国跟中国 的 人 在 台湾 是 不同的 第三点 美国 法院 已经的 判定 等一下 我跟大家 报告 美国 法院 已经的 判定 第四点 就是 本土 台湾 人 没有 台湾 佛 只有 被迫使用 中华 民国 的 护照 第五项 就是 日本 流球 列导 的 模式 修行 我跟大家 报告 就是 要求 确实 遵循 国际 法 台湾 民 政府 是 代表 本土 台湾 人 来 提醒 2011年 11月18日 美国 歐巴马 总统 在印度 西亚 巴黎 巴黎 那时 有 基行 一个 东盟 首脑 的 会议 第二项 就是 2011年 10月30日 美国国务卿 柯林顿 西亚 西亚 他在 南 东 东 岸 高峰 会议 第三 就是 2012年 9月26日 日本 首相 野田家宴 以联合国大会 发表的演讲 这三位世界的领导人 因为 那个 日本 已经在 1945年 4月1号 把台湾 变成 日本国土 所以 这个 应该 以国际 法 来解决 第二点 美国 跟中国 认知中的 台湾 不一样 美国 他是以 一个中国 三个公报 以及台湾 关西法 和美法 共同 华协议 来认知 台湾 那美国 他因为 打迷腐仗 所以他都不讲 旧金山合约 他所 讲的 认知台湾的 全部没有讲到 旧金山合约 但是旧金山合约 至今 还是有效的 因为我们这次 高等法院 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定 旧金山合约 是有效的 第二个 他中国 说他是以 一个中国 历史上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来定义台湾 这两个国家 都不是以国计法 来认知台湾 台湾民政府 提醒 他在1895年 5月8号的时候 大清大皇帝 已经从台湾 和台湾 周边的国家 他去陪 英文 挂入 台日本天皇 一直到今天 都没有改变 一九五二年 四月二八 旧金山 和平教育 国政法 对日本天皇 对日本天皇 并没有人和 出分和出法 所以日本天皇 领土的管理 依然是存在的 没有改变 这就是国际的华理 然后美国的法院 他的判决 我向各位报告一下 2006年10月24号 本土台湾人 林志森等 林志森等 228个人 在美国 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 联邦 地方法院 提告美国政府 他的标的就是说 台湾国际地位 以台湾人权的 保护诉求 他案号是 06 CV 01825 然后RMC 然后在2008年 四月七七 美国上属 高中华 他来修理本案 高中华 那时候的案号是 010 08 50 78 然后 2000控告年 四月七七 他有一个 破决 美国最高欢迎 一个破决 他说 64年来 本土台湾人 没有国籍 就说64年来 本土台湾人 没有国籍 第二个 台湾人 没有国籍 社会承认的政府 再来 人民至今 生活在 政治炼狱当中 承认台湾 仍然是美国 军事政府的 占领中 要求美国 行政的单位 要主动 协助 原告的诉求 所以2009年 7月8号 美国最高法院 受理本案 然后在 2009年 8月6号的时候 美国 国务院 这一次也有考试考到 美国的国务院 代表美国政府 他宣告 他说 他要放弃 抗辩权 放弃 抗辩权 就表示 原告 在原审对美国政府 所有的告诉 叙述这些华理的见解 完全正确 所以国务院 他全部确认 这里 这我们跟法院的 那个 控诉 这个资料 我们有收集在 那个我们 林博士 我们的秘书长林博士 他有一本书 很厚那一本 在第二册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那全部都是英文版的 有兴趣 可以跟志工 拿过来看一下 或者洽询 然后第四点 他说 本土台湾人 没有台湾的护照 只有被迫使用 中华民国护照 2012年10月2号 美国国务卿 柯林顿希拉雷 他宣布说 台湾护照 免签证 那我请问各位 你们有台湾的护照吗 对啊 我的护照拿出来 到兵 这兵 都要看 全部都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没有台湾的护照 这个事情 所以 他那时代 他说 台湾护照 不用签证 这就是一个选机 对吧 就是 他有暗示 说 要让我们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 有台湾的护照 法理上 本土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 美国的司法 对台湾人 看的问题 已经破冠了两年 本土台湾人 至今没有出外的理性政策 只有被批评的 水泳流 没中 国际民 政权 发行的 中华民国 护照 很多国家严重 五个 台湾人 是中国人 这是美国政府 台湾人 台湾人 最后 这一行 日本流球的 列岛模式 日本流球的 列岛模式 终结上面的情况 美国总统 是三军的统帅 也是美军 军事政府的领导人 以日本所签的 旧金山合约 是属于国际法 他也受到 美国宪法 所制约跟保障的 1895年5月8号 大清大皇帝 永远各让台湾 这一块扩子地 给日本天皇 然后1937年 日本天皇 实行皇民化 1945年4月1号 他是根据 万国公法 实行民治宪法 让台湾成为 日本天皇 神圣的一个领土 就是赵书 赵书里面 很明显的 有讲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日本流球 跟台湾的地位 是完全相同的 台湾的 台湾民政府呼吁 要克遵美国法院的 判决 遵守国际战争法 和慣例法 颁发本土台湾人 身份的证明书 就是本土台湾人的 理性政策 美国 担任留球旗艦 留球民政府 在担任旗艦 有办法 履行政见 就是我们本土台湾 所需要的理性政策 这就是美国 政府 要尊守的 一个国制法 所以我们 这些的呼吁 简单我跟美国要求 要求我跟大家报告的 报道到现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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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